你好 突然間一個失驚無神的Facebook Live 因為我們現在幾個主持之間 我們都覺得不如我推薦 大家都每天抽小時間出來拍短片 講大家自己想講的話 It could be anything 譬如我們見到楊瀚群 阿楊已經拍了一條 講這個慘慘的鳥仔事件 然後次官也拍了一條片 我又拍片 我今天會拍三個或四個不同的題目 但都是跟生童飲食有關 短短的 可能三、五分鐘或者十分八分鐘 主要是答問題 譬如聽眾不知道的話 其實現在開了一個新的Facebook Page 叫做生童感受 銅字就是生童飲食的銅 即是童體的銅 不是金字邊的 是喝酒的酒字 三點水 跟著一個西字 下面有一滑 那個其實是有字 即是今年是雞年 就是有年 那是有字 有字部加一個銅 大銅 大銅小儀的銅 好嗎 多謝David Kwan Chow 禮拜六的時候 推薦了一個這麼好的名字 叫做生童感受 好了 這個時不時的生童感受 BB版 就是現在這些 就會回答你們的問題 所以你們儘管把你們的問題 可以傳去生童感受 那個inbox 補助你的private字 或者你可以傳給我 女王PAM的inbox 也行 如果萬一我不記得的話 你就再傳 再傳 我不會怕你煩的 放心 我覺得煩的 就不是這些煩 而是說也不聽 說了我不會推薦品牌 你又問我拿牌子 好了 今天就想說些什麼 就是很快幾分鐘去說 就是到底生童飲食 是不是一個長遠之計 是不是健康 喂 不是說所有東西都應該 就是中庸嗎 適可而止嗎 everything in moderation ok 我的answer 是很簡單的 就是 Keto diet 生童飲食 先是the natural way to eat 這個是by default 你身體應該要吃的方法 ok 你不要告訴我 在遠古一萬年前的人類 即北京猿人周口店那些 即猿人進化到現在 即直立人 你不要告訴我 在那個年代 是有starbucks的 即是說 兩個猿人起床 有什麼 我要mocca ok 我要cappuccino ok 要venti 還是grande 不會的 牠們不會吃croissant 牠們不會吃bago 牠們不會有muffin You see what I'm trying to get at 不是這樣的 牠們是 如果幸運的話 神早流流 就起床獵了 可能是十幾個小時 十幾個小時 就找一些小的動物 而同時之間 又不想被大的動物吃掉牠 那牠的體力勞動是什麼 大 ok 第二就是 牠會長期處於什麼狀態 即是捱餓的狀態 你要知道 人的身體 其實是一個hybrid hybrid 就是什麼 你當是兩個引擎 我這樣解釋 兩個引擎 一個引擎是可以用糖 另一個引擎是可以用脂肪 但其實by default 是應該用脂肪的 因為為什麼 如果我們沒有了 脂肪在能源的這個機制 的話 人類一早滅亡了 你想一下 你看回歷史 古今多少年 到底太平盛世是多 還是戰亂 飢餓 飢荒 瘟疫是多 當然就是後者是多 如果你的身體 如果沒有一大塊的脂肪 存在 它作為一個reserve energy 一個儲存的能量 準備給你隨時 一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就用 那你就不會捱到現在的了 我們早就絕了腫了 你明白嗎 所以當你史前人類 其實是沒有Starbucks的時候 而它也是 在農耕時代之前 在龍甘時代代代代代了什麼 它不會吃到飯 麵 炒烏冬 甘炒牛鶴 它不會吃到這些東西 它只會像剛才所說的 睡醒去狩獵 狩獵 幸運的話 每天晚上 那天晚上會吃一頓厲害的 那一頓厲害的之後 常常給你猫 就走去睡覺的 第二天 你覺得要穩穩陣陣 在火熄之前 你很起床 否則就輪到你成為別人的食物 所以你要了解人類歷史上 絕大部分的時間是在生酮狀態 生酮狀態會有什麼好呢 生酮狀態就是你的能量很穩定 因為你沒有胰島素出入 然後上上下下 你的血糖上上下下 因為有胰島素的干擾 上上下下 你的人就會精神又累 精神又累 你就沒有了這個問題 兼甲就是你會覺得很精神 你整個人會很精神 像我這樣 我走廿二十個小時 二十二個小時 不用吃東西 為什麼可以呢 因為我已經fat adapted 我完全把我的身體轉換成 用脂肪作為能源 我不再需要依賴糖粉 你可能就跟我說 不是 但是古代的人 你猜到什麼 猜到是史前人類 他們也有吃水果 你不要告訴他們 只吃肉 只狩獵 比如兔仔 或者野生小動物 比如鹿 除了那些 他們也有吃水果 是 但我給你們一些照片 好嗎 這個就是史前的西瓜 這個是一六幾幾年畫的 是一幅畫 但是那時候 在未經這個 genetically modified 即是未在基因改造之前的西瓜 是這樣的 OK 好了 我們又再看看 蕉是怎樣的 蕉是這樣的 以前的蕉是很多核的 還有 肉其實就不太能吃 你看 好了 我們再看看 茄子又是怎樣的 茄子就是這樣的 看不見到 就跟現在的 肥嘟嘟 紫色很粗壯 是不同的 好了 我們再看看 你猜不猜到 這一條是什麼 這一條就是大家認為 很健康的紅蘿蔔 我不是說它不健康 但我就告訴你 它是經過人類改變 改來改去 就搞到有這條 好像樹枝的物體 變成今時今日 大家看到一條 很漂亮的紅蘿蔔 再猜一下這個是什麼 猜不到了 這個是粟米 猜不猜到這個是粟米 當然猜不到 樣子差這麼遠 我想告訴你 其實今時今日 你們認為很健康的 水果 絕大部分 都是基因改造的 或者經過很多年 這個混合那個 那個混合那個 就是基因改造 裡面加了很多什麼 其他的生物 不必是蔬菜水果 簡單來說 不是蔬菜水果 不是蔬菜水果 譬如加了蠍子的基因 進去 是否它拋頭 是的 為什麼呢 因為水果更容易受到 害蟲的侵蝕 農夫要保障自己 他又知道 我們這些人喜歡甜 那當然盡量令到 有這麼甜 所以你剛才看到 那些史前的水果 第一 並不是這麼甜 為什麼 人家當時沒有溫室 不能施肥 那些史前人類 他們保命 都已經很忙 他還有空讓我們施肥 所以他經過看到 而他又記得 他的阿爺 或者他媽 或者他不知誰 告訴他 這一塊是沒有毒的 那他就吃 你要記住 這個是 once in a while 他會吃 他不是天天可以走下去 超級市場 衛康百佳 然後隨手選 選到甜位置 那時候是沒有巨峰提子的 Please understand 所以我們人類 他本身是喜歡吃甜 和肥膩的東西 你不要告訴他 牛油煮的東西不好吃才行 我不會相信你 為什麼現在我們不吃油的東西 是因為過去五十年 那些tainted 都爆了 受了賄款 就已經說得明白 那些research study 是背後受到糖公司的資助 去做一些study 告訴你 其實脂肪才是壞人 糖是好人 全穀物是好人 然後天然的脂肪 飽和脂肪是壞人 所以我們就是lead to believe 但其實我們天生的味覺 是很喜歡吃甜的東西 和喜歡吃油膩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system 我們的基因 想保護我們 這個是instant energy 這個是馬上吃了會有energy 的方法 所以為什麼椰子 it's like this holy grail of food 就是因為它裏面又有電解質 from那個椰子水 然後有人又問 椰子水很甜 但也是那句 史前那些不太甜 然後裏面有椰肉 然後有椰油 椰油就在椰肉裏面 裏面有什麼 裏面有充足的loric acid 保護你的身體對抗發炎 你知道蚊叮蟲咬 或者被蚊叮咬了一口 流血 這些你都需要 那時候是沒有消炎藥的 那麼消炎藥 natural anti-biotic 就是在什麼裏面 就是在椰子油的loric acid裏面 在乳桂酸裏面 譬如在什麼裏面 在乳桂酸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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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Brussels Sprouts 即是包子金藍 這些你再不喜歡吃 你都必須要承認它是好吃的藥 所以我們奉行醫學之父那句 就是Let food be thy medicine 如果未like 生酮感受的聽眾 請你like 它 我就講到這裡 解釋為什麼生酮飲食 才是身體最自然的形狀 我現在結束這條影片 我會再拍另外一兩條影片 解釋大家的問題 OK? Thank you